叭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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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又没有了 喂小豪 家里面有酒精了 你再去我没买一点 买不到 买不到 根本买不到 你放开我先看到的 我温温好像最近在卖酒精跟口罩 不对 温温被削 今天就是我最爱不感到我最爱不怕 滚到茶了 怎么办 还有什么东西能消毒啊 59秒紫外线消毒棒 59秒 这么贵 不过如果重复用还挺划算的 我刚刚在楼下看到你的闪送 你有毛病啊 你买这种东西 出去出去消毒带进来 这个东西要是能消毒 先把你脑子消一遍再说 这款号称59秒就能够消灭病毒的 LED紫外线消毒棒 究竟能不能消灭新冠病毒呢 在它的商品详情页里面 是公开了几款专利文件 但是无一例外 没有一个是能看得清字的 但是如果你去找客户 要了原文件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专利文件 其实是另外一款紫外线消毒盒的专利 而且还是外观设计专利 跟这个紫外线消毒棒 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更没有办法去证明 这个紫外线消毒棒的消毒能力 然后就是宣传中还说 他们有SGS的检测报告 可是你仔细一看 他们送检的是另外一款消毒袋 也不是这款消毒棒 另外一份据说是FDA的认证材料 但其实也是这家公司 在美的一个注册资料而已 跟这个消毒棒和这个消毒棒的消毒能力 没有anything的关系 当然了就算是有证书 也只能证明这是在实验室环境下的结果 并不能代表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也能够发挥和报告中一样的效果 什么意思 在日常生活中 用紫外线来杀菌消毒 其实局限性非常大 因为影响它的消毒因素非常多 比如说单位面积的辐射强度 紫外线在物体表面照射时间的长短 电压强度 甚至是物体表面结构和空气湿度 都能够影响到它 所以大部分用紫外线来消毒的场所 都是稳定和密闭的 比如说实验室或者是手术室 这款手持消毒棒 首先就满足不了 稳定和密闭两个前提条件 宣传中给出的使用方法 是靠近物体三厘米左右的距离 用停留两秒的方式 均匀的挥扫 也就是说你扫快一点 或者是你停留的时间不对 或者是你距离不对 消毒不彻底的锅 就是你的了 最重要的是紫外线消毒 必须要在平整干净的物体表面进行消毒 那对于我们日常用的外套 沙发 鞋底 只要是有皱褶和缝隙的地方 这个消毒棒的作用 真的不如几块钱的酒精 还有一点很重要 有一点医学常识人都知道 紫外线消毒的时候 是不能有人在旁边的 因为紫外线消毒设备中 使用的是紫外线的UVC波段 而UVC波段对于人的伤害是很高的 眼睛如果暴露在UVC的环境下 很容易引起电光性炎炎 那皮肤如果长期暴露在UVC的环境下 很容易引起积累性的DNA损伤 手持消毒棒它的发光区是开放式的 一旦开启 这个UVC就会向四周发散 第一个影响到的就是我们手部的皮肤 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 他盯着这个发光棒看的话 对小朋友眼睛的损伤不是闹着玩的 那你出去隔离14天就来考虑控制 想知道明星换头变美的秘密 就关注新养的微信公众号吧